隨著多個州已開始提前投票 據佛羅里達大學選舉實驗室的數據顯示 至今為止已有超過2,800萬人提前投票 其中民主黨選民的提前投票數量超過共和黨 數據還顯示大部分選民選擇郵寄選票 在現場投票中 共和黨選民比民主黨多出約32萬7千張選票 而在郵寄選票方面 民主黨選民則多出約130萬張選票 在各個搖擺州中 喬治亞州和佛卡羅里納州提前投票人數均創下歷史新高 喬治亞州已有超過25%的活躍選民完成投票 佛卡羅里納州在提前投票第一日 就有超過35萬3千人參與投票 此外 奈華達州已有超過39萬7千名選民投票 其中40%為共和黨選民 相關專家表示 提前投票的政黨分佈並不能完全預測選舉結果 不過提前投票有助提高選舉的安全性和效率 幫助選民避免在選舉日長時間排隊 和投票站關閉的問題 同時減少選舉虛假信息的影響 天安威士記者在編輯報道